这个凹凸不平呢 一定是出现在吸纸的区域 那么我们乳房本身是一个很软的一个组织 那么不会出现明显的凹凸不平 那么就是说吸纸区域 吸纸区域我们一定要在吸纸的时候 注意医生的选择 比如说一定要有经验的医生来做这个手术 那么我们才能避免这个出现明显的凹凸不平 那么我们吸纸的时候呢 可以均匀地在这个吸纸区域进行吸纸 那么国后呢也会控制得非常的均匀 那么至于填进去的 填到往铺房里的这个测房里呢 那么这么多的专业医生都会像 就像吹铺铺铭一样 刷铺铺一样 把这个这个均匀的红布在上面 那么这样呢 也做了一套的避免 这个几二十五年